你知道这种淡黄色的糖叫什么吗 能认出来的已经暴露了年龄 几乎每个80后都吃过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糖 而是治疗蛔虫的药丸 如今宝塔糖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是因为蛔虫消失了吗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蛔虫是啥 它是一种依靠人体寄生的无脊椎动物 外表看起来就像蚯蚓一样 呈淡黄色或者略带粉红色 体表有横纹和厕索 死了就变成白色 蛔虫是人体肠道最大的寄生献虫 其中熊虫长约15到31厘米 雌虫长约20到35厘米 一个别天赋异禀的能长到49厘米 就问你怕不怕吧 蛔虫在全世界都有分布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蛔虫生存的空间 全世界约有25%的人感染蛔虫 主要集中分布在农村区域 而且儿童感染的风险更高 感染率达到70%以上 这主要是因为蛔虫的繁殖方式很特殊 传播途径也比较隐蔽 当然物食蛔虫的含幼卵 大部分会被胃酸杀死 小部分会在小肠里孵化出幼虫 然后钻进血管里 随血液跑到肺部 在肺部发育长大成材后 然后又从气管 食管和胃部钻回小肠生活 蛔虫们会在这里找到另一半 完成交配后 把卵排进粪便 最后被人体排出体外 虫卵在体外由单细胞发育成含幼卵 在伺机寻找下一位宿主 一只虫子在你的体内完成人生旅行 听起来是不是还点浪漫 那你可不要强行加戏了 这玩意儿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要大 它能引起多种疾病 主要为器官损伤和常功能障碍 尤其是幼虫的危害更大 因为感染的是肺部 所以患者会有发热 咳嗽咳血等症状 严重者还会引起甲状腺 脾肾脑等器官的损害 成虫的危害没有幼虫危害大 主要是寄生在人体的小肠里 当一个合格的肥宅寄生虫 掠夺营养和影响宿主的吸收 蛔虫倒是变肥了 宿主可就变得营养不良 面黄肌瘦 还会食欲不振 以及间歇性的腹痛 我国人民曾经深受蛔虫的危害 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在缺少工业加工肥料的年代 农民伯伯主要用粪便施肥 所以农作物就会受到蛔虫卵的污染 在雨水充沛的季节 蛔虫卵又会被冲进河里污染水源 加上卫生观念的落后 比如直接喝生水 不洗手就抓东西吃 就会加剧感染蛔虫的风险 所以咱们80之前的小孩 肚子里几乎都有蛔虫 孩子长得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一部分原因也要归咎于蛔虫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苏联听说中国一直被蛔虫困扰 便派遣了一批专家来我国 指导蛔虫工作 当时还携带了一种名叫蛔薅的药材 主要材料 得益于安全快速的蛔虫效果 宝塔糖迅速在全国普及推广 国家医药管理局 在1979年又将其纳入蛔虫药的首选 但是在之后的十几年里 宝塔糖就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很多90后没有吃过宝塔糖 00后更是见都没有见过 而且现在几乎没有听说小孩需要蛔虫的 难道是蛔虫被彻底消灭了吗 其实蛔虫并没有消失 这个一会儿再谈 我们先说宝塔糖为什么会消失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原材料 回蒿太难种植 回蒿原本是北极圈里的植物 我国种植回蒿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主要依靠从苏联进口 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 我们很难从苏联进口回蒿 所以缺乏制作宝塔糖的原材料 第二是我国医学家研制出更好的替代药品 宝塔糖的蛔虫效果虽然很好 但是并不能化虫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有这样的经历 只要吃下这种甜甜的宝塔糖 下次排便时就会拉出长长的蛔虫 有的甚至需要手动辅助才能拉出来 这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而现在的蛔虫药大多可以化虫 比如阿本达作 即便拉出蛔虫也看不出来 而且还是高效低毒的广谱蛔虫药 所以宝塔糖自然而然的成为历史 同时离我们远去的还有蛔虫 这是因为我们的卫生观念进步了 以前只要口渴了 不管是田里的还是河里的水 只要看起来不脏就可以喝下去 反正不干不净喝了没病 但现在谁还敢喝户外的生水 连消毒的自来水都巴不得多过滤几次 然后烧开再喝 其次是化肥的推广使用 农田不再使用粪便作为肥料 客观上隔绝了蛔虫卵的扩散污染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传播风险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会感染蛔虫 事实上医院每年都会治疗一些蛔虫患者 只是人数不多而已 因为蛔虫卵能在水中和湿土中存活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时间 所以各位家长千万要让孩子注意饮食卫生习惯 其实任何疾病都是预防大于治疗 良好的卫生习惯才是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础 感谢观看